比林欣如漂亮,郭建华深爱她,换14任男友人称公车,如今竟变成这样。 林伟军,出道已经有十几年,她曾出演过许多偶像剧,比如《千金百分百》,《海豚班恋人》等。 她当时被称为台湾最美面孔,一起合作的陈乔恩都被她比了下去,就连郭建华都曾追求过她,只不过当时老干部的名气还不够林伟军并没有看上她。 在看之后,林伟军被爆出劈腿,兴土尽,唉,太可惜了。 她的男友多达十几人,有网友说,比林欣如还漂亮的林伟军,要不是经常玩劈腿,也不至于落了个劈腿女王的骂名。 如今39岁的她,反倒是没有人敢娶。 因为这样的女子,估计是没多少人敢追,她成为下一个王宝强。 虽然,林欣如没有像林伟军那样,被评为最美的女星,但是她的颜值也是不错的,还记得这样照片,是不是林欣如,这一辈子的颜值巅峰。 霍建华应该感谢林伟军的不嫁之恩,不然也不能与林欣如走到一起。 一人频繁坏男友,一人林飞文,独立,不黏人。 换作是谁,都会懂得去选择。 霍建华与林欣如现在也已经结婚了,而且还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,你看她们是不是很般配啊? 林欣如穿着的路肩雪纺长裙非常的漂亮,霍建华那个迷之微笑的上扬嘴角是要闹哪样呢? 生完贝宾的林欣如这身姿恢复得真够快啊,鹅黄色非常显气色,大波浪卷发非常优雅,喜欢的小妹杂冷可以效仿着这样穿,不分年龄的。 腰间的装饰我非常喜欢,亮珠设计的腰带既复古又时尚。 女强人干脸型像有木有。 产后付出的林欣如立马投身工作中,似乎一刻都肩不住,为杂志拍摄的封面非常大气,腰部设计如产涌一般,难怪都说女人只要保养得好就美得不可放逆啊,这个碎花裙是不是很少女,完全看不出产后的痕迹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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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